很多年,然后就是讲讲碰见了一些有特色的中国人,日本人,或者是说让我俩印象深刻的,然后给大家讲一讲 还有卡丝东,你还吃吗?还好,我们不了吃了,我们不了吃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聊在日本的遇到的日本人和中国人 对,然后,你先说吧,因为也没有台本,也没写剧本,也没写台词,突然让我讲,我一下子想了,该讲谁好了 那我就问你,你是跟日本人玩得好,还是和中国人玩得好? 嗯,倒也不能说是跟谁玩得好,哪边朋友多大 可能,可能就是在日本的这些年,可能是,嗯,和日本人接触的比较多,对,可能中国,中国人的话会很少 因为,因为我们的嘎嘎嘎嘞,中国人,中国留学生少啊,对吧,不跟现在是,大家都在东京,然后排出地头都是中国人 我们那时候不是啊,我们那时候其实,一个是人少,还有一个就是,嗯,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嗯,就是,留学生的话,就是,你可能就是怎么说 圈子角,也不是说圈子角,就是说,你可能接触时间久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你和他没有什么共同话题,你知道吗?就是,很少能,能,能,就是,找到那种,就是,可以,就像朋友的那种人 还有一样的,这样,这样的人,就是,大多数人,他都会,就是,很,很功利性,要么图你,要么跟你好事,图你,图你学习好,想让你帮他,帮他,就是,学习,要么就图你有钱,想让你请他吃饭 就反正就是,目的不纯的这种人很多,所以就会,有意识的,哪里都有这种人啊,会有意识的避开这种人,一旦发现有意识的避开这种人来,一看,哎,没大有中国人了,然后, 然后,而且打工的时候,就是,可能也是中国人比较少,所以就是,会接触的日本人比较多,也不是说中国人不好啊,反正就是,就是说个例,就是,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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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身经验是这个样子的,可能大宏老师就不一样了 日本人和中国人,哪好吃,吃人我们没吃过,这个不知道啊,但是就是,又吃到又吃到饭了,怎么说呢,遇人不输这个事儿吧,在哪都会发生,我觉得我当时,其实,还是,自己要留我心仰啊,对,怎么说,自己,要有一点社会经验吧, 自己看这个人,到底靠不靠谱,就是说,可能,怎么说呢,就是,从哪都会发生,日本人也有骗子的,大家,可能女生的话,你说会有那种直觉啊,什么的,说起来可能也不大靠谱,我觉得,但是,请大家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如果你看到这个人,你觉得他,可能是那种,就是, 就是,挺有,挺有心机啊,可能会坑别人的那种人,那你就尽量不要去跟他接触,就是,就算有别的同学,你别的朋友说这个人再好,你留个心意啊,我就吃过这样的亏,啊,就是,就是,嗯,在语言学校的时候,然后,就是,到了后期,我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样啊,就是,我们之前,就是,就是,住学校宿舍嘛,就是,三个人,三个人,平分,一个,一套房子,有三个屋子嘛,三个人, 住,然后,那个,嗯,卫生间,还有那个客厅的厨房是公用的,然后,到,就是,一年,半年过去以后,半年过去以后,大家就是,可以选择继续租,租社,或者是自己出去租嘛,如果你继续租,租社的话,你就需要,这一个屋需要凑满三个人,然后,然后,正好,我,我们,我,我和我的好朋友,就是,我和我朋友,两个人的地方还差一个,然后,我朋友就说,那个, 我再给你找一个人过来,然后,嗯,你咱三个住一块,然后,他就跟我说,这个人挺好的,挺实在的,然后,对,然后,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然后,然后,就是,因为,也是同一个语言学校,你们都说,不认识,就是,见过,然后,然后,后来,我又去见他,我就说,你是不是想跟我们,那个,一起住,一起在一起租宿舍住,然后,那个女士就说,是,但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接触人的时候,演员很,就是,演员很,就是, 对不对,你的演员很重要,然后,就是,反正,当时,就是,一看,一看这个人,就觉得,就是,有点,对,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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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很心地,实在的,那么一个人,一看就,心眼子很多,然后,然后,你说,我傻不愣机的吧,我当时,我就,我就相信了,我朋友的话,我就觉得这个人挺好的,然后,那一块租吧,哎,结果,就是这个人,到最嬷嬷了的时候,他跟我们说,我不和你们住了,我那个, 自己出去,就跟别人又一块住去了,然后,然后,我,我,学校一看,我俩都没凑齐三样人,差点都没让我俩在学上宿舍,日本人脑子也有不正常的,很多,我觉得日本人很多就是脑子不正常,神经病,有点傻,有点弱智,就是,就是,就是,就,他的思维和别人不一样,日本人也觉得他有问题,反正就是,好多人,好多日本人,他,他,思考的方式,他可能就是,一根筋的那种,就是,很,你很难让他转个巴,他就转到, 赚不过来的那种 他干过一件什么事呢 他是有一天 我们是每天10点上班 然后他9点半就来打卡了 因为他可以多挣点钱了 他9点半打卡是开始上班了 这没有问题 但是他在9点45分的时候 发了一张Facebook 发了个脸书 然后说什么 就这样自拍 我在工作 关键是店长有他的脸书 店长看到了 然后就问他 你既然已经打卡在工作了 为什么还玩手机发脸书 然后呢 然后他没有办法了 就是认个错 最后店长把他的工资 降到了严修似的东西 最重要 反正就是 如果有 你觉得这个日本人挺难沟通的 可能不是你的问题 有可能是这个日本人 脑子 回路有点不大正常 是有点 我觉得日本人 奇怪的人很多 不 那个跟大家说一声 东京这种奇怪的人很多 我们那刚才 你又开始地狱工作 哈哈哈 我们那刚才人都挺正常 我们只是因为人多而已 人多怪人就多了 就是因为所有的人都去日本 就是所有 所有积极向上的人 都去那个东京了 所以剩下的这一片 都是挺正常 挺 就是没有什么上进心 挺老实巴基的 人也挺老实的那种的 就都都留下了 所以就是 其实地方还是蛮好的 东京都不影响工作 它是因为工作时间 玩手机 发 发 发脸书 这肯定是不行的 有的 那个 嗯 有的公司是上班时候 把那个手机交上去 对 对 有的 尤其是这种连锁的 很严 而且店里都是 都是会有监控的 所以就是 小心为上 就很多店都会有监控的 你知道吗 你什么时候干了啥 一清二楚 之前的时候 之前的时候有那个 就是 也是上 就是 不是说工作的时候 发那个脸书 它是什么呢 它是在那个 店里 它好像是空冰淇店 然后 它空冰淇店 不是有那种 大的那个装 冰淇淋的那个 冰箱吗 然后它躺到冰箱里去了 然后它拍了张照 然后发到那个 脸书 还是发到它 然后日本当时就炸了 然后那个店到最后 就被迫关门了 好像是 然后反正那段时间 是有这样的新闻 你这放吃的 必须要是 你钻进去 它肯定不行 对啊 然后 严格是好事 必须得严 对 然后 说了 说了打架 反正我们的干啥 我没见过 有打架的 让大鹏老师给讲讲 东京都是文明人 东京人不打架 东京一般只吵吵 反正就是吵吵的时候 也不和咱这儿似的 就是反正我们济南这儿 你要是一有个一言不合 就 你要干什么 就这个样的 就立马就 嗯 接着就和两个 两个公鸡似的 就要动起来的那种 但日本不是这样 可能吵架的时候 吵架的时候 说话的声音 可能还不如 我们现在说话 声音大 然后 就是还有一点 就是 咱们国内人 就是说话的时候 有的时候 可能就是 比较快 还是 反正 在日本人看来 我们这种正常对话 都像是在吵架 声调高 可能是 说话声音大 反正如果 如果你们就是 两个正常的女生 走在大街上 或者是一男一 走在大街上 这样正常用中国话 说话的时候 旁边过去的 那个 日本老太太 老头 可能都会这样 然后迅速的 从你旁边走过去 他会以为 你们两个是在吵架 你中文说话 声音比较大 对 日本人都很小声 其实语速 日本人 日语比较快 语速的话 反正 这只是语 看个人吗 你也想说快 想说快 想说慢 想说慢 我有一任料理 他说话 就感觉 嘴里含着东西 还是他 还是他那种 大扯扣的感觉 反正说话 很模糊 感觉 日本老头说话 这种倾向会比较多 就是 这种 他说话很含糊 然后说话 语速特别快 你看我们这种外国人 就听不清 然后 我是跟着他三年多 我基本上就知道他在说什么了 很多人 外国人根本就听不懂 然后就会找店长抱怨 其实我也听不懂 所以说 日本也和中国一样 他就是分不同的地区说不同的方言 然后就算 就算 怎么说 就算地方上的人 说再标准的日本语 也是还会带口音的 就像 就像我 我讲普通话 怎么地 还是会带点吉普的这种感觉 所以说 大家如果去学日语的话 还是尽量去东京 学 东京有方言 学比较纯正的日语 大家都看 那个 NHK的 整点新闻 标准发音 真的超好听 就是 基本上就是没有你 就是 是播音员 你没有听不懂 就是怎么说 不是说听不懂 就是 很多时候 你就是 日本人说话 你就是 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但是 但是NHK的话就不会 你起码你能 就是一字一句 你能听懂他的发音 所以说 那个新闻 我还是蛮喜欢看的 关系人蛮好 你没交过关系女朋友 因为不知道你男女了 也不能这样硬塞给你 反正就跟你说 在我幸福中 反正是挺好的 东京人 大家可能因为喝酒了 尤其是晚上下班的时候 对 晚上的话 这 哎呀 就是 日本人 就是 喝了酒以后 跟没喝酒 这完全不是两个人 就是说 你不能以他喝酒后的 那个表现 来判断了 就喝了酒以后都是 就不知道 12345了 有见过那种喝了酒的 外面 特别大小便的人 哈哈哈 有 有见过 站在大马路上 嗯 的人 有 很多 尤其是那种日本日本老头 会比较多 小伙子 我那看这个小伙子 他是带他女朋友 他女朋友还说 你不能在这尿 你喝多了 顾不得了 什么样的人都有了 这种人有差的 对 对 对 客人没关系 贴定没贴定 反正就是 嗯 怎么说呢 就是 关系人比较真性情 就是 那般人 我们比较假是吧 真情不是比较 是这么个意思吗 可能 可能就是 怎么说呢 对陌生人 对陌生人的话 可能会有点 就怎么说 感觉比较凶 比较严厉的那种感觉 但其实不是 就熟了以后 熟了以后才会比较好 你觉得我吗 东京也挺好的 这还挺 哈哈哈 跟 关系人 也不能说 是跟东北人一样 他们日本人 都说关系人 像中国人 这性情反正是有点 等着下次 你们 你们在东京 在哪看见 有人打架 赶紧录下来 我们需要这样的 遗手资料 哈哈哈 我们需要 小心击毁人 哎呀 其实到哪都有这样的人 反正 但是 但是在东京的话 就是很少会有那种 就是老头老太太 要求你给他让座 不跟我们这 是你上车 你不给他让座 他 拎着把你弄起来 反正也挺好的吧 又好的 又坏了 我又收到辣条了 非常感谢 然后 然后那个 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 直播时间 到点了 我看他说 有说客人的 我 我 我给你们说一个 我们店有个客人 是一个老头 然后他是我们的交连方 每天都来 我们店的所有人都认识他 他 他每天 而且每天来 不止每天来 他是每天来两趟 早上来一趟 吃午餐 十二点多 吃完午餐之后 下午四五点钟又来了 一开始 我觉得很奇怪 然后 我以为他辣了什么东西 在那儿 回来找东西呢 他不是 进来再吃了 他是有多喜欢你们店 一天两顿都在你们那儿 每天来两次 然后就他自己一个人 他有固定的位置 好吧 一进来就坐那儿 吃个东西 然后点 点餐也不需要点 我们一看他来了 你知道 就给他做 他吃的那几样东西 他肯定会点的 好吧 其实就是 就是日本这种店里的 这种交连桑 其实很多了 如果你们去打工的话 就是 对 要察言观色 看看客人的脸 要记住那些脸 对 如果你能教出他们的名字的话 他们会非常高兴 有人问那个 住员学校的宿舍 会不会有老师办的东西 这个肯定会的 老师都会帮你们 就是统一办理的 所以说 住员学校宿舍的话 就是还是会比较安心 新的 嗯 那个 给大家留 留一分钟 十分钟 一分钟 问答的时间 如果有人 有人有问题的话 赶紧问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要下班了 我们就要关直播回家 我说 我说 今天我们讲的 不都是闲聊八卦吗 然后大家要是有什么 就是关于留学 就是 学校 大学 还有研究生报考 这些就是 一切问题 生活方面 这有专家 然后都可以加 我这是吃的 加我们微信 然后我们可以 就是详细的 聊一下 一对一给你们进行指导 没有的话 没有的话 那还有没有人送辣条 有人送辣条的话 抓紧送 倒数 倒数十秒钟了 倒数十秒钟 你这个营销呢 你是做过主播吗 我没有 那我们 我们 我们要 那 你知道吗 我们 我们 你看 谢谢 谢谢人家 谢谢人家 真的有人送辣条 就是我跟你讲 今天 今天我和大鹏老师 就是 头一回 在没有小花老师 还有技术老师的情况下 自己做了直播 然后我俩刚 就六点半的时候 我俩过来 然后打开视频的时候 只有十一个人 然后等现在 我俩 快结束的时候 就有三百多人 我俩非常的开心 对了 忘了 他俩虽然不在 但是他 他可以看直播 忘了这回事了 我不管了 反正我们要下班了 下次都没吃到 下次都没吃到 如果这个镜头能装开三个人的话 我们会拉着小杜老师一起做直播的 因为那也是个吃 对吃很有研究的一个人 谢谢辣条 谢谢 下次我们就做 我们辣条的 下火的时候 真的真是好好 好好给大家 那个 讲一下 吃的 关于在 我和大鹏老师 在吃的方面的一些心得 大家交流一下 然后 然后 有 需要 需要行前指导 做那个 料理 想学一下 想让我和大鹏老师给你们知道一下 料理方面的 就是怎么学做饭的话 我们可以单独见个群 等等 到时候 到时候再说 我们就先挂了 拜拜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送辣条的 各位同学 拜拜 挂 挂 其实每年留学生要复日的那个日子 都是那边的不法商人大赚一笔的时机 像留学生刚复日的话 租房子 办网线 办手机 这都是他们可以挣钱的地方 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怎么说 留心吧 就是说 你一个人人生记不熟的 到了日本以后 会有各式各样的人来 就是 看着面相很好 比我 比我和大鹏老师还合善 然后说话 心生气劲的 然后对你各种训寒问答 你需不需要这个 需不需要这个 你家里缺这个 缺这个 缺这个 很多 可能会有很多人这样过来 维护你 然后 可能一开始也不图什么 就是说 你就跟你直说 都是中国人 大家都在一厢互相帮忙 就是多一个朋友 多一个 多一条路 然后 你可以接受他的帮助 然后你也 反正也要多条心 反正 说到谈钱 谈钱 上感情 好多也是 我们当时一块来留学的时候 也是我们都是整个一个班 然后都是认识的同学 然后就是一开始 大家都还和气的一起住宿舍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 就是谈钱上感情 就是因为钱了事 好多好多同学都闹呆了 就是那种出门手拉手 跨着走路的那种 那种就是亲密无间的那种女同学 然后你到了日本以后 对 你真是 就是就是因为在国内的时候 大家虽然就是相处的比较好 但是因为就是没有住在一起 就是你一旦一起生活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这个人的真实面目 然后可能你就会受不了他 就有的人 有的人 就是节约 然后舍不得用电 舍不得用水 因为三个人住一个屋子 垫和水 都是要供摊的嘛 他就是舍不得 然后就会为这种事情打架 你知道吗 有人洗澡 一洗澡一个半小时 那水哗哗 那个热口气 可以多认识一些 比如你上了大学之后 认识一些大学的 反正就会有这样子的嘛 就是有人洗澡一个半小时 有人五分钟出来了 然后他俩相互看 所以你自己 你一直是跟别人合租吗 没有 就是在语言学校的时候 是跟别人合租 然后后来到了大学的时候 住了一段宿舍 后来还是自己住的 因为因为 就是合租的时候 或者是你以后 住那个 就是住学校宿舍的话 可能大部分 就是都是公用的 那个厕所 还有那个厨房 我受不了 然后我就不行了 我就自己搬出来住了 我觉得我 日语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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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会 也不能说是被骗吧 反正 人家说啥 你都不懂 你就跟那个 跟之前的时候 挺火的一个视频 就是听不懂英文 去麦当 然后去麦当劳点东西 人家说什么 他都说yes 然后最后给他了一个 巨大无比的套餐 这个就很那个什么嘛 洗澡一个半小时 不奇怪 女生洗个澡半个小时 很正常 对 然后你洗完澡 再泡一泡 半个小时 又很正常 对啊 然后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会 各种各种人 各种人嘛 鸽子咋的啊 我们这儿 我们这儿 有一个 有一只小狗狗 叫格格 然后一到我们直播的时候 或者是一到 有人来敲门的时候 就格外幸福 在那儿嗷嗷嗷的叫 然后上次大鹏老师录视频的时候 格格格格格格在下面一直舔他 然后视频录完以后 大鹏老师还来了 别舔了怪养的 是不是 不知道 忘了 那个大鹏老师说 那个别舔了怪养了 这个视频 已经被我们的技术老师 发到我们的官网上了 大家有兴趣的时候 可以找一下 拿过来看一下 有有有 那个技术老师没有剪这一段 超搞笑 然后 有人对 那个虽然今天讲的是那个 就是没有一点营养内容呢 不是那种干货的那个主题 但是大家可以随便加我 加我微信 以后有事的时候可以找我了 也可以加大鹏老师 对 有什么问题都随时解答 我没说 我觉得我在打工的时候 认识的日本人都比较好 嗯 就是对我感觉 刚开始有一个 日本的女生 比我大百几岁了 非常严格 非常严格 我一开始非常讨厌她 然后呢 然后 是什么让你对她发生了 改观 我觉得一个 因为我是新人 刚进去 我觉得她对我严格的都是对的 她可能 嘴比较臭 就是用词方面 可能说话很难听 但是她心不坏 她就是可能不太会说 就是那种中国话 就是刀子都不心的那种 嗯 对 她就是 其实这种人也挺好的 起码她不会背后捅你刀 我觉得这样 也还能忍 那你所有都会做的 你可以阻挡一面了之后 她就对你很好了 因为用的是我的手机吗 然后会有那个微信啊 电话打进来 大家忍一忍啊 然后 然后你知道 你们想知道刚才 刚才那个微信发的是什么吗 我跟我老公讲了 我今天晚上要9点钟才回家 她刚才居然发了发微信 让我买点水果再回去 但是她立马把这条撤掉了 我决定晚上回去 问一问她是几个意思 然后 再说一说 我们在那个日本碰到的人 就是基本上 你在日本接触到的人 就是你大学的同学 还有就是你打工的同事 然后 基本上就跑不出去这两个圈圈了 你说 我在学校和打工之外 我还有个朋友圈 我觉得这样很难 比如说你有个什么社团 对 你有个什么社团 对 你有个什么教会 嗯 给大家说一说 就是 日本的这个教会 我超级了不得 就是 就是 她会上门 你知道吗 而且就是 她是 她会以这种新来的留学生 也不知道她从哪儿得到的情报 她不知道你是谁吧 知道知道 反正 我的话 她会来留学生或是园学校宿舍敲门来找你 然后可能是那种外国学生 也可能会是日本人 然后他们会给你就是说 目的是让你加入他们的那个是基督教吗 应该是基督教 然后就是会带你出去送你免费便当吃啊 然后让你去参加他们的那个就是教会学习啊 然后反正就是各种拉你入教 然后有的人就觉得挺好的 入了也没事 还能有免费便当吃 还能和外国人一起学习 提高语言 也就入了 然后也没什么了 但是 但是其实跟大家说 就正二八九的日本人是非常非常讨厌这种人的 就是看他们那种眼光就跟看邪教一样 所以说就是你要说你去了日本以后 你跟那个正二八九的日本人说 你说我信基督教 他可能心里会 嗯 你怎么知道 我住的那个房子是那个一楼大通那是有一个锁吗 嗯 然后你从房间里可以看到外面 然后有一天就一个老太太 来那个底下按着门领容吗 然后打开我的那个视频 我看她她就举一本圣书 放在那个镜头那儿给我看一本圣书 什么也没说 我立刻就我立刻就把视频放 万一有这样的人来去你们家敲门的话 一定要就是拒绝他们 就一次机会都不要给他们 但凡给一次机会 就像那种黏黏胶一样 就啪就就就就黏住你了 以后就就就就就无数次的来找你知道吗 可能一开始是一开始可能一周来找你一次 然后过两天是一个月来找你一次 你放心 你要是在这个房子里不搬两三年以后 他还会来找你的 就是真的真的就会很烦 如果你就是只贪图了点便当啊 或者是其他一些什么便宜的话 最好是不要 能不这种人能不粘就不粘 但是 但是就是 因为日本他和欧美国家不一样 对 他这种他这种叫的话就感觉就 挺瘆人的 日本人他本身那就不信 信旧叫日本人很少 对 日本人和中国人好像也差不多都不信神仲教 然后之前那时候就是就是也是就是有有有有认识一个这样就是信基督教的人他就说他和他老公认识就是因为他俩都信这个然后都在教会里然后 各种帮助什么就觉得三观很和 然后他们两个结婚了 然后然后这个这个女的是是死了死了东京还是哪里的就非常好的工作就在大城市的工作就不要了 然后跑来找这个男的在一个小城市里就是这样呆着了 你要说三观合在一起的话 那也行吧 反正我觉得入教这个事已经要慎重 慎重再慎重 然后 还有还有那种 NASK会敲门 NASK这个其实也挺恶定的 他会他会 反正日本日本人也也不会给那个NASK的人就是说开门或者是说给他钱 反正日本人也不会交钱的 就是你可能一开始他来你家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你可能给他开过一起门 然后你以后记住他长什么样你以后从那个帽样里看一下他会换人的 他下次会换别人的 好吧你看他的衣服反正看什么的就是就是说你去了日本以后 不会有人来找你的不会有人来上你家找你的但凡是上你家来找你的都不是什么好的人你不用给他们开门 我交了 也不用交这都是交冤枉钱的 不是因为我家有电视我在看啊 这跟你们说家里有电视再看你也不用交知道了不 你不用交NASK就是不用交 我再看我就要交 你不用交你看我两个有分歧了 就日本人都不交你知道吗 就是说这个这个钱 反正就是你别看他人HK的人他他收你他收费了这个名字 我觉得他不合理是因为我家明明没有电视我不看电视他还要收这个不合理 但是但是我有在每天在看电视我交我觉得我不缘 但是我反正看大家心里能不能过去这个坎吧你要觉得能不交就不交的话 那你就说那你他下次来的时候你跟他说你家没电视你不看 然后你让他走就行了要么你就跟他说我听不懂日文你下次再来吧 他他交了他真的交了我觉得大鹏去了以后交了很多冤枉钱你知道吗 这个不冤枉我每天看电视好不好 我看电视当然要交你在中国看电视你不交电视费吗 不交我买了个电视盒子 谁说的 电视盒子不用交钱啊 电视盒子你从哪买的 移动连通你不给移动连通 天猫 我家用天猫盒子 你能不买个那种大锅子可以行啊 大锅老师怼我 那个快递的话 你能就是 他那个衣服 他们都会穿那个就是 快递的衣服嘛 一般你都能从哪买来看出来 要么就是那个 亚马涛 要么就是那个 萨嘎娃或者是邮局 就很好认嘛 然后觉得 而且你又知道你快递大约什么时候会 你那个快递 日本快递 就是送到你家的话 你不是可以选择时间段吗 就是说早上起来 9点到11点 这中间给我送过来 他就是会这段时间给你送过来 所以说 快递很少有那种很怪的人啊 然后就是快递的话 他如果是来敲你家门 或者你没在家的话 他会给你留一个那个 不再通知书 然后放在你家的邮箱里 然后 你再勾一下 下次你在家的时间段 或者是给他打个电话 然后他会在你指定的下个时间里 再次就会把那个东西送到你家了 这不是有信念 是遵纪手法 我觉得我真的在用人家的产品 用人家的电视信号 我交钱我是应该的 交多少 能给大家科普一下 你交的多少 一个月一千四 其实也不是很多了 如果有心理上过不去的同学 也是可以交的了 你不看 当然不要交了 然后跟大家 我们这次不是讲 碰到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吗 我们讲到哪了 我跟你说 你们不知道 你们知不知道 有一个东京很有名的 那个 有一个老头 穿那个水手服的 你知不知道 有一个很有名的老头 戴眼镜的 经常这个样 穿个水手服 那个老头就住我家 离我家住的很近 我已经见过他很多次了 你有拍照吗 你有偷偷跟我拍照吗 哈哈 然后 然后跟大家说 就是 反正在日本买的那个手机 他那个 就是 出厂自带 就是你拍照的话 他会有那个 声音 他不会说你拍照 莫莫 什么声音都没有就拍了 他是 他是因为会有那个 就是 防偷拍 所以他会设置一个那个 声音 苹果有啊 对啊 中国的苹果没有吗 中国的苹果有吗 我从来没有用过苹果 我不知道啊 反正就会很烦 都是那什么 堵住下边 拍下来说 堵住下边 好吧 然后就跟大家说 就是 东京不是大城市吗 然后人口又多 然后 日本五分之一的人都去东京了 就是 各种奇奇怪怪的人都去东京了 你们知道吗 就是 我在 我是在地方城市 我们那儿人都可正儿八经的了 就是没有什么奇奇怪怪 马路上也没有穿的很奇怪 骑装衣服的人 所有的人都在东京那儿 你知道吗 就是 会有很多 那种穿的很 就是 我刚才看 时尚的人 但是 但是我刚才看 有人说 东京是乡下佬聚集地 那是因为你们没有去过日本的那个 不是 是因为日本所有的乡下佬都去东京了 也不会 我觉得 真正的东京人倒不多 但是就是 受一下熏陶嘛 熏陶个几年 环境那个样 可能人家就是变得洋气了 其实就是说东京没有文化 我觉得 也还蛮好 就是就像现在北京上海一样 也是有很多外地人 对吧 但是他就是 会为这个城市的发展做贡献 他就会越来越好 你在哪儿 小姐在什么地方 小姐 哪个小姐姐 你说我 哪个小姐姐 小姐 小姐 小姐姐在了那个地方 很偏 一共 一共 整个一个县人口是 那个 也就是 28-9万 整个一个县 就说我们这一个省 就是看着一个县 还没我们这天要去人多了 还没我们这天要去人多了 反正就是 怎么说呢 东京是每个 每个年轻人心目中向往的地方 所有的大学生 就是 逼了业以后 都要去 都想去东京就职 所以就会 就会造成 就职很难的一种假象 但其实如果他要选择的地方就职的话 其实就 就还蛮方便 蛮容易的 但大家都想去东京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跟 因为东京便利是黄金 真的吗 我要去捡黄金呢 就跟中国说 你说你这一个班 50个同学 48个人都想跑北京去上班去 现实吗 不现实是吧 虽然北京好 但是我觉得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关键可能不一样 大鹏老师给大家讲 东京的好处 东京哪好 东京 东京银座好 东京我们店好 东京我们店的我好 可是你现在已经不在店 你就不是活招牌了 你还给你们店做什么广告 我又没说店叫什么名字 我没做广告 来 广告 我是给我自己做广告 广告时间 请大鹏老师给大家讲一下 那个店叫什么 高货 真的有任何小朋友 不想明 这里不做广告 我讲讲我们店 给漂亮的小姐姐 可以 我们店有一个日本人 她是 女佣 做演员的 大家不要误会女佣的意思 大家不要误会女佣的意思 她演舞台剧的 那叫什么话剧 舞台剧 她演那种的演员 非常漂亮 在我们店 然后 她在我们店 是工作时间最长的 打工 打工者 今年大概三十多 三十四五岁了吧 还没有结婚 很漂亮 然后对我非常好 注意 最近中国人 就是日本人 眼中中国人 是一个什么印象 就是 钱多人傻 然后 就有很多 日本的漂亮小妹妹 专门以中国的留学生 是中国男人温柔 是 然后以中国的留学生 男的为target 然后去求做女朋友 然后就投了她 就是 钱 然后人傻 给你点好处以后 就对这个女朋友好的 不得了 不得了 然后 然后 注意 不要被人 骗财骗色 是因为中国男生 太歪容了 日本男的 就不行 确实 就是 怎么说 最近不是有那种 就是什么 石桃戏 男子的出现吗 就是 哎呀 你一看 就是 很 就是白大 就是不适合 一看 就是不适合做男朋友 你去 他有 他有一次说我基因好 哈哈 我没有明白什么意思 嗯 然后 然后就是很柔弱的 你一看 就很柔弱的那种感觉 然后 夏天的时候 康戴个话卡 然后 有刘凯 的时候 咔 夹个小卡子 倒是挺可爱的 但是 就是 心理上有点 握不去 那个坎 就是 一点没有男子汉气 该你知道吗 就是 就会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 所以大鹏说 刚才那个就是 长得很好看的 那个漂亮小姐姐 到30多的都没有结果 但他太强势了 不太像日本的那种传统 很强势 很独立 可能现在就是 就是 为什么现在日本人 就是 有很多人到了 就是40多岁都不结婚 或者是终生不结婚 这种人越来越多了 就是 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 就是自己可以挣钱 自己有这个能力挣钱 然后自己挣的又多 完全够自己吃喝玩的 然后就是 不想 不想 不想住家庭 就是不想怎么说 不想 不想担太多的责任 你知道吗 就是日本人就会这个样子 所以说 而且他们如果结了婚的话 也要买房子 他们都是 都是背30年的那个 loan 都是背30年的那个 叫什么 分期还款 房贷啊 房贷 对对对 然后也是很辛苦的 虽然每个月还的比较少 然后还有养小孩子 所以说很多人 就是光顾着自己玩 就不结婚了 男的女的都这样 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日本人 就是结了婚以后 好多人会马上离婚 离了又结结了又离 离了又结结了又离 离一次叫八次一期 离两次叫 离一次两次三次四四五次 就是离五六次的这种都很常见 所以说就很好玩了 他们就觉得自己一个人多自由啊 反正就是 想交几个女朋友就交几个女朋友 是很自由 但是你要想 你得传宗接代 要中国人考虑的话 你得传宗接代吧 对吧 文化不一样嘛 人家不是 不能结婚 人家接不了 是跟压根不想结婚 可能对 人家追求的是自由 然后 但是你 他们怕承担责任 你结婚就有一个家庭的责任 对 反正就是 就是感觉很多日本人都是那种 玩不够 他就是 感觉那种还没定下性来的那种感觉 所以就是 去了日本再找一个 老板 然后 然后我们 光讲那个日本人 跟大家讲一下 那个中国人 讲 讲什么 你有什么 讲那个什么 吧 讲 讲我上了大学以后 那个 我们学校里的那个 中国留学生 就是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我们不是理工科 然后 就是 他收 收 收留学生的话 我们那时候 一年也就是收 就是我 我之前的那些年都没有留学生 然后我去的那一年 我们这个学科是收了三个留学生 然后 我 还有俩男的 然后 我们下一届的时候 是收了一个留学生 然后 就是我给你们讲讲我这两个男同学 其中一个 就是 喜欢打工 然后打着打着打着就不去上学了 然后 我刚才说富二代 然后打打不去上学了 不去上学以后 就是 大家 大家刚升那个 刚升大学的时候 拿到签证时间会比较长 可能两年 或者是 你是拿到几年 大学吗 对 刚升大学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是 一次给两年的签证 我们是一次有人给四年 然后可能会有人给四年 然后 他就不去 他就不去上学了 然后他就打工了 然后他签证的时间到期以后 他没办法 他只能回国了 这是 这是一个 然后还有一个 那个人就比较正常了 他不是说正常 比较牛掰了 他是 也是个男的吧 然后他读大学的时候 年纪可能会比较大了 可能反正比一般人都要大 也有二十三四岁五六岁这个样子 然后 他就是专业很好 然后 他的日语也很好 但是 他就是他去日本之前 他完全不会 然后他到了语言学校以后 就拼命学拼命学 然后 就是到了大学以后 就是不管是口语 还是就是文法都非常好 然后 就是 他学习很好 然后 就是 怎么说 就是 他是从四川来的嘛 然后 那个时候 就是有 那时候不是有 那个四川大地震吗 然后 08年 对 08年 暴露了 然后 08年就是四川大地震的时候 就是 学校里 我们那个是国立学校嘛 然后学校就是有那种 专门的那个 就是支援 受灾地区学生的这么一个政策 然后就会减免他的学费啊 或者说给他一些就是慰问啊 让他可能是让他回家看他家里人了 然后 然后他就 他就是 自己也挺上进的嘛 他那个时候参加一个就是 日本留学生的一个就是 演讲比赛 然后大家去了日本以后都可以参加这个比赛 就是 还蛮好的 然后 他就以这个就是 四川大地震 然后学校 还有 从日本受到各方面的就是关怀 他以这个为题 然后他去参加比赛 然后他可能是那一年的冠军 就是日本全国留学生 就也不光是从中国来留学生 就是全世界各国留学生 然后他可能是第一 然后他最后到大学毕业的时候 大学毕业的时候 他他本来他来他来读本科的时候 他是那个私费留学生 然后他大学毕业以后 就是他读就是读修士嘛 然后他申请到了国费研究生 你们知道国费研究生 就是国费留学生 有多难嘛 然后他申请到国费留学生以后 他所有的学费全部就是免收零 是零块 然后 他还能拿奖学金 就是有那种 就是只有国费留学生 才能申请了奖学金 然后他申请到了 他每个月可能会拿到 不到20万日元 这个样子吧 反正十二三万会有 上学不花钱还挣钱 对对对对 然后他超级厉害 然后就是说 你们去到大学以后 不管是去大学还是去大学院 就会有这样的学生 有人就是读着读着读着 就不读了 然后就没人了 对就是不知所踪 你就找不到这个人了 就人间蒸发了 你也不知道他是回国了 还是黑在那了 还是怎么地了 然后但是还有一种人 就是遥遥望去 他就是蹭蹭蹭蹭蹭蹭蹭的 然后就把你甩到后面去了 不管是学业还是日语 还是交女朋友 还是找工作 各种方面就把你甩到后面去了 然后所以说 大家去了以后 放平心态 也不要太嫉妒那样子的人 但是也要努力提升一下自己 我一个打工店的前辈 他不仅自己挣生活费 挣学费 然后还要挣钱往家里寄 非常辛苦 他我们店下班 已经晚上十一点半了 然后他回家 他三点还要再去打另一份工 马上三点了 就对凌晨三点了 基本上就睡两三个小时 睡了三个小时 睡两个小时 三点然后打到早上七点多 白天去上课 不会超时吗 是超时 那怎么办 这就要玩命挣钱啊 您在白天上课 上完课 下课 放了学 再到我们店 来再上班 再上到十一点 每天就是这样 反正这种同学 肯定也是会碰到了 然后 大家一定要 他后来就是因为超时 签证更新 你们俩就会过了 对吧 但人家赚到钱了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不是说那个 大家在日本的时候 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中国人 其中有一种 就是就会碰到小人 然后如果你打工超时 被你的同学知道了 他有可能会去举报你 大家一定要就是 保护好 不要跟任何人说自己 对 对 就不要 不要跟 跟 就是包括你的好朋友 不要跟他透露太多 你的个人信息 可能你在 你 你考试考得比他好 你俩都申请同一个 那个 奖钱金 他可能捐了你爱严 他就去举报你 就是 就是会有这样的人 我就见过 我就见过这样子的人 所以说 大家要保护好自己 能少说就少说 少说话多做事 然后日本 日本 不是 那个给大家 有人问那个 就是日本奖学金 要不要还 它是分两种 基本上就是留学生申请的 这种都不需要还 就是发给你 发给你多少 就是多少 不需要还 然后就是日本大学生 大学生申请的那种 基本上都是要还的 但他们那个奖学金 也是分种类的 一个是有利息的 一个是没有利息的 然后 大多数人申请的 都是那种需要还利息的 这种的 然后他们可能一个月 一个月能带个10万左右 就让他们大学4年 带出来这些钱 需要他们工作以后 花20年的时间来还 他们这个利息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说 那是不要奖学金 是什么贷款的 就是他们说的那个 就是有利息 还有无利息的 这个奖学金 其实就是住学贷款 跟就是日本人申请的这种奖学金 跟咱们申请的这种 是不一样的 留学生申请的这种 基本上就是不需要还 都不需要还 还有一种就是 就是说 为什么日本学生那么喜欢申请奖学金 一个是就是学习好的 他可以申请的 也是可以申请的 那种不用还的奖学金 但不是大部分人是申请的 是需要还的奖学金吗 就是因为 其实就是大部分日本家庭 他是没有办法 就是这一个家庭 好几个孩子 他是没有办法 负担他的学费的 他的学费 他的生活费 他的家庭没办法负担 所以说这种学生就需要申请这个奖学金 就是这种助学贷款 非常多的 去拿奖学金来付学费 对对对 非常多的学生这个样子 然后 就是说 也有有钱人 有钱人家里孩子 我们都遇不到是吧 反正我没遇见 我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生活的 反正肯定 肯定遇见家小姐姐也不用打工 对吧 都是上了那个名牌私立大学 然后 这种事我们就不用操心了 中国不也有什么校园贷 也不大一样 他们的奖学金 其实就是助学贷款 反正大家一定要区分一下 而且建议大家也不要申请 如果留学生能申请这种奖学金的话 也不要申请 管利息就能把你拖死 知道吗 我毕业就回国了呢 所以说就是一般留学生 他不会给你这种 就是他不会申请 对他不会 他不会给你申请这种的 然后还有一种 就是他们那还有一种奖学金 是申请 也是也是助学贷款 是申请给那种 就是毕业以后 理想当老师的那种人的 就是说你可以申请我的奖学金 你如果毕业以后 你不当教师 你是需要按月还的 这个奖所有的 带给你的钱 你都要再还回来 但是如果你就是以后工作 你是做的教师 然后你工作年满五年 或者十年 具体的年限 我不知道 有可能是十年 因为之前有一个大学的老师 他就是带了带了这个奖学金 然后他迫不得已 他才做的那个教师 他就跟我们说 干购教师多少多少年 之前带的那些钱 就是不用花了 就会都是你的了 所以说如果有考虑 当在日本当教师的同学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 有有很多 我有可能就去考虑 他叫教职 反正也挺难的 你知道吗 就是而且日本老师干的那个活 比中国老师还累呢 这简直不是人干的 就反正慎重 一定要慎重 其实当大学老师挺好的 大学老师 其实大学老师谁都知道好 大学老师 整天不来上课 隔三差五休讲 对 然后参加各种学会 又吃又喝 对 而且是那种 你知道吗 现在老师参加各种学术会 他不光是在日本参加 他是全世界各地跑 跑中国 现在可能最近有那种 就跑中国跑的比较勤的 还有那种跑欧美跑比较勤的 都是 反正都是不要钱的 好像是 我刚看到 我刚看到我的校友 发了时候碰了圈 说教我那个教授来中国 做了个采访 还翻译了本书出版了 为了这个事学校 他修了两周讲 但是没给学生说是为什么 然后他发现了 是在中国做两周的 反正就是 日本教授的地位还是蛮高的 如果有能力去 在日本当岛 他也不是说 他跟中国也不一样 就是你去了以后 你是从助教 副教一步步升上来的 反正升到正教授的话 也挺难的 也是各种勾心都要 我的那个教授 就是论文导师 我进他的那个研究室的时候 他是准教授 到我大次写论文 他就已经是教授了 这是很快了 你知道吗 这个速度已经很快了 反正就是从副教授升到正教授 怎么怎么这也得熬个十来年 这是看你指导的人数吧 也看你的 就是你在学术上的研究 发了论文什么的 论文数和你知道的学生 也不是光看这个 你知道吗 就跟中国一样一样黑 反正各种各种各种黑幕 然后几点啊 讲的我嗓子都有点牙了 那我跟你说 我们店里一个大哥 我的大哥 好 我就叫他安妮奇 我们两个关系非常铁 非常铁 这样这样以后 是一个日本大叔吧 大概不能叫大叔 40岁 刚刚40岁 有志气的年 对 他非常有志气 他40岁 没有结婚 然后一直是在我们店里 做兼职 不是 你们店有多好 之前有个漂亮小姐姐 30多岁不结婚 现在有个40多岁 我们店里全是人权 好吗 你错和错和他俩不行吗 他俩 他俩互相看不上眼 互相瞧不上对方 好吧 然后我的安妮奇 他是平时自己和朋友自己做一个乐队 他每周六是休息的 他那一天是去乐队他们几个练习 然后我有问他什么时候准备出道 他说这辈子出道不了了 我说我还等着你去舞蹈馆去举行 他说不行不行 就是我跟几个朋友玩玩一玩一玩 然后他也不结婚 我说你怎么不结婚 他说大概这辈子就不结婚了 他就比较追求自由 你看他也没有正式工作 40岁了 就一直在我们店打工 就很多很多日本人都会这个样子 就一辈子都不是那种 就是三相影就一辈子不是正式的人 就是打这种 就是派遣啊 或者是这种啪啪 就是或者是这种阿罗巴一套 他真的对我非常好 我们一起工作了六年 从我一进店开始 从我什么都不会 他就开始 就对对我很关心 然后 你啥了对你这么关心 因为一开始我经常犯一些错误 经常被骂 然后就 好可怜 对对对 一开始可能是看我可怜 然后就会过来安慰我 然后会跟我聊一聊日本 因为我当时日语也不是很好 就会给我很多鼓励 后来我牛逼了 后来我又来又牛逼了 后来大鹏做到先父了 然后我做到主厨了 然后我给他给所有的店员做工作餐 每天那个什么进货 什么都是我负责 就一整天料理掌都不在 然后我来负责厨房的一切 然后有时候他那边 就是后路后路那边忙不过来 然后我去帮他们干活 我去帮他调酒 调酒我也会 然后他们洗碗 来不及洗碗我去洗碗 我什么都帮了能播 大鹏老师厉害了 万能行的 然后 然后呢 然后我们 现在还有联系吗 现在还有联系 虽然我回国 但是LINE上还会有联系的 国内能用那个华为偏啊 好吧 然后 跟大家讲一下 我之前那时候 打负的那个地方 也有一个40岁的有为青年 大鹏已经结婚了 也是 他是 他是个足球队员 然后我觉得他是 他是个 正儿八经 但是大鹏他说是兼职的 是那种 不是职业的呢 是半职业 一边踢球 一边在你这儿打工 不是 他就是 他是 他是 就是 我们那该拿了一个 那个就是 踢 J League的一个球队 他属于那个球队 但是那个球队 刚刚从 J1降到了J2 然后他就在那个 他就在那个二线里面踢 但他是正式的队员 他就是 该训练的时候 去训练 该出场 出场 那俱乐部工资低了 不够他花的 就去参赛 但是他很奇怪 你想我们这儿 我们这儿 跟我们几男是正鲁能 你说谁 谁踢完球赛 谁喜欢练 他那工资多高啊 你知道日本的俱乐部多惨 对啊 然后 就是 我也不知道 有没有人给他们发工资 有没有大老板照着他们 反正就是 他每周都会去店里打工 在寿司店里 然后在后厨帮工 然后你就觉得好神奇 一个踢足球的职业球员 到我们这儿来打工 就觉得很神奇 你像中国这些球员 就算不出名 这年薪几十万花 一百万都很正常 怪不得中国足球不行 你看人日本人 他们好像就是 怎么说那种感觉 我不是为了钱去低足球的 我是为了我自己心中的梦想 我是追随 我是为了我自己去踢球的 所以 这点赛来帮球员 年薪这么多 这个不一样 人家那人一天高大上 为了梦想 为了追求起来 你看咱这儿吃了一个肥头打 而跑的跑不动 我们有录播 我现在录视频 你可以之后再看 对 我们其实我们每次直播的话 那个技术老师都会给我们 弄两个手机 一个直播一个录播 但是录播的那个 从来都不知道 存到哪去了 找不到了 就不知道他发到哪里去了 但是我和大鹏老师 就是插个小网络 我们每周都有那个 录视频 就是不同主题 想到什么 讲什么的 这种主题 可能会比较短 就是五六分钟 七八分钟 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每周录完以后 那个 我们的技术老师 薇总 都会把它那个 就是 传到那个 我们的那个 木子小画 这些工作室的 那个主页上 然后大家可以 那个 对 看一看 更新的很快 就是我 大鹏 然后还有那个 叉子老师 我们会 就是 每周都会更新的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来听一听 还有 还是有很多 就是很有用的 那种小知识 对 大家可以听一下 而且叉子老师 很好玩 他讲的都很好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不只有意大利菜 有意大利菜 法国菜 西班牙菜 还有日料 什么都有 比较杂 但我觉得都不是很精 会有 就是 怎么说 日本就会有那种 就是 只卖一样东西的店 就是如果他卖 那个 他们这个店就只卖 他妈高压 只卖 只卖 那个拉面 连 连水 连 连水饺都没有了 这种 就是卖单一品种的店 会比较多 你们有没有在吃 在住的人 那个 Niko Niko 本社对面 那个苹果派 非常好吃 每天都有人排队 他 那个店就卖一个 就只有一个苹果派在卖 但每天都有人在排队 好多日本 好多这种零食 知道吗 哎呀 说到吃了 再跟你们说一下吧 去了日本以后 去哪里找好吃的呢 去那个 摆货店的地下一层 然后 叫那个 Depa Chikadeva 然后 那个一层 地下一的话 基本上都是卖好吃的的地方 你知道我干过一个什么 不要脸 食 各种甜食 他要爆料自己家 就是我们学校在色谷 然后他色谷车站 就是那个冬极摆货 地下一层就是你说的 卖各种好吃的 然后他每个店都有那种 试吃 试吃了 然后我就转着一排试吃 吃好了就 然后说到试吃 然后就是 日本的那个摆货店 他会专门有一层 就是 怎么说 定期会办这种 就是 怎么说 好吃的展览 展览会这种的地方 可能会在 我们的Gala 都是在六层和五层上 然后有一个会场 然后就是 可能 可能这个月 这个月是什么 北海道特产集 然后 好多那个北海道的 那个有名的 就是 商家就过来 然后卖北海道特产 各种吃的 然后这一波过了 然后下一波 可能是冲绳了 好吃的 这一波又来了 然后 就是每次 办这种活动的时候 他不是期间限定吗 然后 办这种活动的时候 就会有那种 就是试吃 他会 他会 在 他的 摊位旁边 会有摆出这种试吃的来 就是 就是有这种 吃一圈 就能吃饱了 然后就可以走的 大家可以 就是多 撒嬷撒嬷 就是这种 大的 我 我没有天天去 偶尔去一次 然后 就是越大的 百货店 这种活动会越多的 所以说 大家不要觉得 百货店都很贵 没事儿去 可以免费吃 实在是 生煎 是永祥吗 上海人开的 一咬烫一嘴 然后 生煎 生煎 就是之前的时候 还挺火的 最近的话 我在中国没吃过 它就是上海小吃吗 对 不是 不是上海小吃 是 好像是从上海 火起来了 我也不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 我不爱吃这个吗 它会刺出来 它上面有芝麻 我讨厌 大鹏老师 我讨厌吃芝麻 除了讨厌吃玉米粒 青豆粒 还讨厌吃黑芝麻 白芝麻也不行 白芝麻 就你发现了 我讨厌吃这种一粒 你知道吗 不是 上次我们涮过锅的时候 芝麻酱 你也吃挺嗨的 芝麻酱可以了 哈哈哈哈 听到没有 就这种一粒 这种我不喜欢 好辣 玉米面我也喜欢 好 我们大鹏老师 是有追求的人 就是吃东西的时候 看形状 热热 热热状的都不行 你不觉得黑芝麻 看上去像一片蚂蚁吗 都没有 你密集恐惧症 没有 不行 受不了 是吗 哈哈哈 好吧 但下次 下次请大鹏老师 吃饭的时候 都要帮大鹏老师 先磨成酱 哦 是吃了资讯 嗯 吃摄资讯 反正我们一般都是 就是女生 比较喜欢 来逛山厂 逛着逛着的时候 她就会在那个 商场的 一楼 或者是 几楼啊 然后她会有那种的 就是通知 就是说 就是 会说 几月几号 哪天哪天 有什么活动 她会这样说 她会告诉你的 还有那种 就是 还有一种就是 大家不是 都有那个 住公寓的话 租房的话 都有那种小的 那个小邮箱 在楼下 或者在你门口放着 然后会有那种 就是 其他信 她就会投给你 就是这种 这种信息 就是打折 超市打折 或者是 上场打折信息 她会投到 你的那个新疆里 然后你一看一翻 哦 你就知道了 不需要特意收集 随便转转 就能有的 然后 再讲讲 讲讲人 讲讲 就我们店 还有一个 有了 刚刚 了 感谢观看